关于解放区的文学 刚才我们讲了小说 那么除了小说 在戏剧 特别是国际这方面 它也有它的巅峰之中 我们要讲的就是白毛女 白毛女不但是解放区文学的巅峰之中 可以这样说 解放区文学的巅峰之中 也是中国现代戏剧 主要是国际的巅峰之中 给它相当高的评价 国际它是一个外来的戏剧形式 古代中国没有国际 它有戏剧 我们讲了像金纪 昆纪 月纪 黄梅戏等等 所有的戏剧都有个特点 高度城市化 国武合一 那么晚期以来引进了画剧 前面我们讲过田汉朝义等等 都是画剧嘛 戈剧呢也是武士前后引进的 也是拨来品 二十年代就有田汉 李景辉等 试验过戈剧 所以那个聂尔还是有个作过曲 一个杨子江风暴 也是个戈剧嘛 这些武士以后的戈剧少量的 它都是采取西洋的戈剧的形式 再加上一些民族音乐和戏曲的严肃 所以当时叫新歌剧 但是这种艺术一直都没有办法推广 是因为它对艺术的要求 特别唱歌 歌剧嘛主要唱歌要求比较高 它的演出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在歌剧在中国是不普及的 它的观众比画剧还要小 中国戏剧里面戏曲观众以前是最多的 话剧相对少 这个歌剧就更少了 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 现在主要是影视 影视跟话剧有一定的关系 白猫女它的出现 改写了中国歌剧的历史 以前的歌剧没有多少观众 这个产生于解放期的作品 从剧本到演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的水准 影响之大 观众之多 空前劫后 所以解放之初 图改运动前后 前过多数地方都组织演出过国际白猫女 后来又变成电影了 改编成电影了 影响更大 可以这样说 现在我们五十岁以上的人 是吧 绝大多数中国人 都看过白猫女 真正是假意复小 所以一个作品跟一个时代能够结合这么紧密 也是节目仅有的 这个歌剧白猫女是现代文学史 戏剧史 李承悲设的伟大的作品 这个白猫女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它的故事的更改是很简单 就是大年三十 除夕夜 农民 杨白劳 躲载回家 他一直在躲载 因为大年三十了 必须要回来 回来干什么 和他的女儿 喜儿 他的女儿叫喜儿 以及喜儿的未分夫 叫大春 三个人过年 一直在外面躲载 这时候回来了 这时候地主呢 黄世人知道这个消息 就叫人把杨白劳找去了 找去干什么 逼他 烦债 你烦不了债 就把你的闺女喜儿 这个拿来抵债 强迫他 就化牙了 就说要以你的闺女来抵债 杨白劳没有办法 就化了牙 回家以后呢 心里难受啊 过年干了这样的事 就自杀了 就喝卤水自杀了 结果呢 喜儿呢 他就被地主黄世人 抢到 抢过去了 过去以后 喜儿的生活呢 这个很艰难 塑尽了 这个黄世人 他的母亲的打骂 后来又被黄世人强奸了 强奸以后呢 这个 这个想逃跑 想自杀 开始想自杀 就被一个余人 叫张妈 救下来了 救下来了 这时候他的魏芬夫啊 大春就痛打 就是找上门来 痛打了这个黄家人 然后逃跑 逃跑以后就投奔了 红军 这么黄世人呢 不是刚才说嘛 他强奸了喜儿 这个喜儿拐印了 这个黄世人骗他 说要起他为怯 喜儿呢 有一度 相信 信以为真 后来庄妈 就是那个用人救他的 自杀的时候救他的 就提醒他 是吧 这个 这不可能的事 这个喜儿呢 又去找黄世人 去质问他 就被黄世人打了 把他关起来了 最后黄世人呢 打算把喜儿给卖掉 庄妈呢 又帮助喜儿逃脱了 逃走了 这黄家 这个黄世人家里 就派家丁呢 就派人去追杀 追到火边呢 发现了一双鞋 就以为他自杀了算了 但这时候喜儿呢 就跑到山上 长生在山洞里面 这时候他怀孕肚子 已经很大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就生下了孩子 靠吃野果 和庙里面 就是山上也有庙 庙里面那些供果 供品为生 长世期这样 又长世期不能吃盐 他头发变白了 这个有时候村民呢 发现有个头发白的人 这个走来走去 就以为呢 是神灵 显身 就把他 共视为 白猫仙姑 认为他不是人 是一个神 过了几年以后 把八路军路过 这个地方 这样 这个 他的年来 喜儿的未奔夫 叫大春呢 就留下来 做地方工作 他就早就以为 他的喜儿已经死了 这时候他听说了 白猫仙姑的传说 怎么还有这样的事 不是迷信吗 他就派了人 这个到这个庙里面 晚上去数着 看看有没有所谓的白猫仙姑 果然发现这个白猫仙姑 也就是喜儿来 来到庙里面 要起那个供品 来吃是吧 这样就开枪 把这个喜儿 这个 打伤了 然后就追到 这个一直追 追到山洞里面 听到有小孩的哭声 然后就发现了 这个喜儿 这是一个 喜儿的年来 白猫仙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故事 有些可能看到过 听过 他是怎么创作的呢 我还是讲一下 创作的过程 很有意思 1945年 西北镇地服务团 镇地服务团 这个从前线回延安 就带回了一个民间传说 就刚才说的 白猫仙姑 这个传说的记录稿 这是河北 富平 这个地区的一个传说 这个故事本身 就体现了一个 当时认为是 阶级压迫的 这样一个事实 又带有传奇性 所以集团呢 就是 就把它改编了 改编以后啊 最后由 诗人贺敬之 还有丁毅 智比 马可 作曲 都是有名的人啊 1945年呢 5月 在延安 第一次公演 第一场的观众是什么 就是当时七大 中共七大的代表 所以毛泽东 朱恩来 他们都去观看了 这是白猫女 第一次演出 1945年 5月 在延安公演 这毛泽东 他们看到这个演出以后 第二天 就这个转来 三条皮诗意见 第一 这个戏 非常适合时宜 当时要 这个战争 土地改革 是吧 然后这个 第二 黄色人应该枪毙 第三 艺术上是成功的 据说广大观众 看了这个戏以后 也很激动 他也有个意见 黄色人应该枪毙 这个人 这个太坏了 所以白猫女 它实际上是一个 集体创作的产物 本来是一个民间故事 基本呢 也是集体创作的 连崔世言都参加了讨论 而且他是一边演出 一边改动 还有上级的意见 前后有过三次大的改动 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最后的版本 其实他有三次改动 一次是1946年 在庄家口演出 年来是六幕 后来改成五幕 一次是1947年 哈尔滨演出 还有一次是1950年 全国解放以后的演出 前后多次改动 后来又拍成电影 那么文革期间呢 你们知道吧 文革期间白猫女 又要改成了 巴黎舞剧 拍成电影 所以几次大的改动 大致上都是要强化 宣传效果 突出阶级斗争的主线 改动比较大的 一个是喜儿 喜儿 最初在黄世仁家里受苦 被强奸了 怀孕了 那么对黄世仁对地主呢 很有幻想 希望他最后能不能纳窃 但这个都删掉了 第二个呢 增加了阶级反抗的情节 比如说大臣痛打墓云制 投奔红军 清非反霸 这些都是后来加上去的 还有一个 特出了这个主题 这个白猫女的主题 这个当时非常鲜明 就那么一句话 什么话呢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其实白猫仙枯都变成鬼了 变成神灵了 后来回到人间解放了 白猫女是中国国际艺术的巅峰之作 它不是简单的画迹加唱 是画迹加点唱 而且它跟西洋国际 全部都是唱 也是不同的 国际在西方主要是唱 它几乎没有对话 但白猫女里边 这个是有一定的 歌唱是主要的形式 也有部分的对话 凡是比较重要的 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地方 它是靠唱来表现 所以它的道白和唱词 结合的是比较自然的 唱词写得非常美 而且歌曲 这个谱曲也非常美 它的歌曲 吸收了一些民间小调 民歌戏曲的一些因素 同时又运用了西洋歌迹的处理的方式 所以这个白猫女 中外结合的很好 比如说开拓那场 喜而唱的 北风吹雪花飘 这个北风吹雪花飘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段 他说吸收了侯北民歌 清阳调 很轻快 很欢乐 符合喜而那种天真活泼的过性 一个少女 父亲回来了 但是当他的父亲被迫自杀 死了以后 喜而那种悲愤万分 呼天呛地 这个是这时候唱 这个就采取了一种很吉业 很高亨 那种三西邦子的那种调势 我要报仇 我要复仇 这个三西邦子的那种高亨的调势 他被迫到了皇家以后 这个皇世人家有肃尽苦难 满怀那种厌恨 这个有好几段创词了 歌唱了 带有民歌小白菜的味道 那个小白菜的那种凄凉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民间歌曲或序曲 把它一个拼盘拼在一块 所有这些都是经过认真的细致的 艺术加工的 再创造的 所以整个白毛女 它有领唱 有读唱 有合唱 有伴奏 这些都是西洋国际的形式的 但是又转发为 中国的普通的观众 就惯了戏曲的那些观众 他也能够结束 所以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有些西洋国际里面常见的一些形式 像涌淡调 涌淡调 很常表达内心的 独唱的一种形式 那么在白毛女里面就没有 所以白毛女是歌迹了 它在歌这方面是起得成功的 是赢得了普通观众的欢迎 所以能够大流行 白毛女在发动农民参与土改 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有一句话了 五十年代 有一句话叫翻身人看翻身起 就是紫白毛女 据说当时很多地方演出 演出效果非常好 台上台下这样的酷声一片 很多人沉振在戏剧之中 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 有些当兵的 太激动了 黄色人那么坏 拿起枪就啪就打过去 幸亏没打中 这个黄色人 黄色人一个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共鸣 大家一说 你是黄色人 就说你这太坏了 所以一出戏能够达到这么大的 这么巨大的社会影响 在历史上相当罕见 在现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是杰武均有 毫无疑问 白毛女又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作品 那么这类作品呢 容易被人说成是意识形态控制的产品 而做简单 简单化的处理 所以评价往往是偏低 我们看到以前呢 以往很多的历史上 有个重大影响的创作 包括延安文艺 都容易被看作是纯粹政治运作的产物 或者简单的套用西方的理论 就得出诸如意识形态话语之类的结论 可是我们要想一想 像白毛女这样的作品 它曾经述到广大观众 那么普通的观众 那么热烈的欢迎 到底为什么 仅仅是因为宣传 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控制 事实上在政治化的年代里面 也会有一些作品成为经典流传下来 即使它反映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内容 已经有些隔磨 也仍然可以让人产生共鸣 让人激动 为它的艺术所吸引 所以我们这方面不能太简单化的处理 特别是这些年 说到西方的一些汉学家 它特定环境中 它的影响 它的一些认识的左右 我们就照套一些理论 很简单的把这些历史上产生 重大影响的作品给打发了 这样是不严肃的 白毛你并不完全是按照政治意图 设计的作品 它是一部经过几次加工修改 从乡民之口到文人之属 然后向政治文化中心流传 迁移这样一个作品 它有农民的参加 有老百姓参加 也有政治的参议 所以在形式来言 生产经过和传播方式上 它和五世以来那种知识分子的 全子里面流行的那些作品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又有别于延伸态的那种民间形式 以及那种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宣传的作品 所以作为文化的产品 白毛你它既有本土 大众性和通俗的色彩 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响 有文人加工的痕迹 所以它很复杂 所以发现这种 我们应该注意发现 现在有些评论 对戒类作品的贬低 它认为 政治化语塑造了 国际白毛你的主题思想 这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种政治化语 并没有完全全部覆盖这个作品 也没有完全左右了 这个作品它的生产 所以这白毛你 它从一个民间的故事 变为一个国际 它这个并不完全是 政治因素所造成的 倒是有一些非政治因素 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一些因素 包括它的细事方式 它的唱腔等等 使得这个作品成功 就是说我们从细事的角度来看 国际白毛你的情色设计中 是有很多非政治的运作过程 不能因为当时有些领导 有指示 或者他受到了当时 政治宣传要求的一些志愿 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政治产品 这种观点是不前面的 所以这个特别是 我们就注意到 民间的伦理逻辑 它的运作和政治话语运作 之间会有矛盾 这个白毛你里边说深一点 它有一个民间伦理运作 另外一个政治运作 政治话语只有认可了民间伦理 这个逻辑才能够换 产生作用 什么意思呢 一个作品 一种创作 你完全按照政治意识去控制 它是不会成功 它得不到普通观众 广大观众的认可 广大读者的认可 你这种政治运作 它有一个机制 要通过民间伦理的逻辑 而且要有一定的艺术性 它能够发生作用 或者说只有把黄世人 作为民间伦理刺激的破坏者 政治话语的参与 才有合法性 如果不是这样呢 你政治话语强加到作品里面 是不可能达到效果的 你设想一下 如果黄世人真的起了喜儿 作为妻子 那么黄世人呢 他就是符合民间伦理的 那么整个故事都颠覆了 就是说黄世人之所以被观众痛恨 不是因为他是个帝主 是因为什么 伤天害理 造成了杨白劳的死 造成了喜儿 武家阁 火龟变成了白猫腻 就是说他冒犯了民间的伦理 基本的刺激 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 内在的一个道理 那么政治宣传有 他要通过这个机制 才产生了作用 所以我们不要把白猫腻 简单的就说成是 意识形态控制的产物 他有他的民间伦理的观念 也有他独特的艺术效果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 白猫腻呢 他是满足了 有些政治宣传的需要 但是更多的是满足了 一些非政治的欣赏的目的 那么这里边不但有地主 和垫覆之间的结界冲突 刚才说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 不但有孤儿寡母 苦大厨身 还有共产党解放军 救苦救难 当然这方面 你可以解释为政治的 他也有祸从天降 一息间家破人亡 也有梁家女子落入恶人之手 是吧 有这个那种 也有呢 生死离别 阴信两茫茫的 大春和 和这个喜儿 是吧 有杰柱 杰柱逢生 有棋地重逢 也有英雄还乡 也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句话呢 就是普通社会 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伦理 原则 还有他的审美原则 是吧 他的想象性 想象力 很大程度上呢 都是在这个白猫瑜里面 体现出来 他的政治宣传的 这个要求 跟这个结合 他才产生了这个作用 是吧 就是说 他的功能 是多方面的 就不要简单的 这个把它说成是 一个政治的产物 政治的产品 所以白猫瑜啊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 是吧 他的成功呢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虽然他受到政治的影响 是吧 他也符合当时 写中心 唱中心的要求 但不纯粹是这样一个作品 他在这个中外艺术的结合上 在国际艺术的这种 创造性的表现上 他都达到了一个巅峰的 一个水平 是吧 他是一个集体创造 但集体创造能够达到 这么成功 这样一个高度 非常罕见的 而且他拥有的 读者 观众 那个范围之广 之广 这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像这样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作品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但其实 他的政治性强 不是 不一定他宣传效果就好 也不能解释 他就是能够拥有 广大观众的一个原因 是吧 里边呢 可能有些复杂的 这个因素 包括他的 是不是有 这个民间伦理 这种逻辑 是不是艺术上 有确实 达到了一个 相当高的水准 能够适合广大观众的 这个审美的那种情绪 习惯 这个 事实上是从这种文学史的事实里面 我们引出了一个 怎么看 这些文学现象 是吧 要跳出那种简单化的 非左之右的 过分的受西方汉学影响的 一些概念化 简单化的 城市化的 一些 一些分析的方法 就是说对 这些解放区的文学 我们还是应该 给予恰当的评价 要看到他 不可替代的 那种特色 他艺术上的那种创新 独一无二的那些特点 感谢观看